大家好,我是阿健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把包菜放到油锅里面炸一炸 瞬间变成一道失传已久的美食 大家好,我是阿健 包菜平时都喜欢炒着吃 或者凉拌的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它的名字寓意也非常的好听 叫寸金白菜 首先我们取一颗漂亮的白菜 底部给它剁上几刀 将根部给它取掉不要 再一片一片的给它剥下来 一片一片给它扒下来之后 再给它擀一下刀 将包菜的根部给它切出来 由着炒手撕包菜 然后将它整理一下 切成像这样的长方形 这样切好以后 给它放一旁备用 全部处理好之后 给它放入盘子里面备用 接下来准备刚刚市场里面 买好的绞肉馅 这里我花了15块钱 我里面加了点胡萝卜丁和香菇丁 然后我们简单的给它调个味 先往里面加入点姜末和葱花 再加入一小勺盐 来点鸡精 来点白胡椒粉 去腥增香 再来点生抽提味 有条件的来点蚝油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至调料化开 搅至像这种拉丝的状态 就可以了 然后先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调个脆皮糊 今天透了个懒 再往上淘汰一包小搜入专用粉 它是由小麦粉 食用红薯定粉 糯米粉 多种粉搭配到一起 然后将它倒入碗中 如果买不到的话 也可以像我前几期视频 自己有调制 脆皮糊 想要好吃又营养 再往里面打入一枚鸡蛋 接下来往里面 加入30克的温水 水不要加的太多 我们边加边搅拌 如果太干 继续往里面加点水 如果太湿的话 往里面再加点粉 调制像这样 浓稠 提起来拉丝的状态 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往里面 再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这样砸出来 会更加的酥脆 然后继续给它搅拌均匀 放一盆备用 接下来锅里面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然后开大火 将它烧开 水开之后 往里面下入一小勺盐 然后滴几滴白醋 再把整理好的包菜 给倒进来 然后给它按压一下 焯烫35秒 像这样焯软之后 迅速地用了勺 将它捞出来 给它投到凉水里面 然后再将包菜 一片一片的 给它放到竹筛里面 稍微沥干一下水分 也可像我这样 用吹风机 给它吹一下 推干一下水分 然后先取出一片 给它放在案板上 然后给它铺上肉馅 再从一侧 给它卷起 卷紧致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叶子粘不住的话 也可以像我这样 给它抹上一点脆皮糊 这样的话就粘得更紧实一些 粘好之后 给它摆放至案板上 排好队 接下来我们锅中烧油 开大火将油温烧至五成热 下入筷子 像这样开始冒小泡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取一个 给它粘上面糊 接下来 我们把爆糊的包菜给夹进来 中小火给它慢炸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能否用你发财的小手 帮阿剑点个赞 或者转发评论一下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留言 都是对阿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用筷子给它翻动翻动 让其受热均匀 像前面放了几个 炸至微黄的时候 我们先给它夹出来 不然的话 先放的就炸老了 后放的就炸嫩了 炸至像这样 颜色一致时 我们再把它倒进去 继续开大火 给它收一下油 炸至八面金黄 哇 现在整个厨房 都是寸金白菜的香味 特别特别的香 想要炸出来的寸金白菜 又酥又脆 接下来这一步也很关键 炸至像这样 先给它捞出来 然后将油温升高 给它复炸一遍 油温升至七八成热 然后我们继续倒入寸金白菜 给它复炸一遍 也不要炸的时间太长 不然的话就老了 大概给它炸至六六三十六秒 就可以 然后迅速的肉豆勺 让它捞出来 扣干油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颜色 非常的诱人 这样炸出来寸金白菜 比肯登麦 炸至多还要好吃 喜欢的朋友 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这样炸出来寸金白菜 吃起来特别的香 有蔬菜 又有肉 荤素搭配 小孩子也非常的爱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阿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包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菜分享 菜分享 找阿剑 天天相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 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 晒太阳 我来说 我来说 你 我来说 你 我来说 谢谢观看